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体是世界的肉 他们两个就是后线的方式身体 比如说上期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期 然后也是大家抱怨看不懂跟不上最多的一期 这一期确实大家催根催得最多的一期 有一个朋友让我印象很深刻说 赶紧更新吧 上期停在海德格尔那里实在是太难受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我在看思想史哲学史的时候 往往会有这种感觉就是 出来一个人哇他说的好对 然后他的结论也很终极 结果下一个人出来马上打你的脸 我觉得这个人说的更对 然后他的结论更终极 然后一直这样循环往复的往下走 觉得自己很蠢 然后到最后你都有点烦了 说能不能给我个痛快 然后恨不得跳到最后一页 去看最后的那个人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但是我们往往不会这样干 因为你跳到最后一页会发现 那个人说的东西也平平无奇 有点像电影里面的那个42一样 况且也没有什么最后一人这种说法 你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这种 节点型的思想家 但是历史总有后来者 理论永远等着被颠覆 对吗 所以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本身 思想家求索这个过程才是价值所在 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这个概念 上期提到在人类的这个漫长的文明史里面 有两个主流的心智 一个是西方的神本加信仰的心智 还有一个是东方的我们的宗族本位加德性的心智 他们之所以会成为主流 是因为他们很符合人性 非常有利于族群的繁衍 当然这个西纳半岛上曾短暂的存在过 一个非常反人性的非主流的奇葩心智 但是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谁能想到它在近代突然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主流 在商业和科学的这种摧呼拉朽的公式之下 迅速席卷了全人类 成为了我们的现在的阶体心智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 它跟我们的经验 就是如果我们说人本理性是我们现在的集体心智 它跟我们的经验好像有一点不符 你会说我身边的这个人天天造谣 传谣信谣 然后昏昏噩噩的过日子 没有几个决策是理性的 你凭什么说理性是我们的集体心智呢 上期的弹幕里面有人就提到这一点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洞察 就我们把世界分成三个心智模式 其实是很不严谨的 必须再加入两个维度 一个是系统 一个是生活 我们要分开来看 所谓系统就是那些维护这个 维基这个社会运转的大系统 比如说教育系统 科研系统 行政系统 司法系统 经济系统等等 然后在这些大系统里面一定是 人本家理性主导的 然后在我们这些小屁民所生活的 生存的维度里面 就不是人本家理性主导的 而是这些大系统合力设计出来 一种叫人本家欲望的心智模式 欲望这个东西是人与生俱来的 就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那种洪荒之力 但是它在文明以来 大部分时间一直都是被压制的 因为欲望这种东西会带来 不确定性带来生存的威胁 会威胁整个族群的生存繁衍 所以族群需要用神的信仰 宗族的德性 这些集体心智来压抑和疏导我们的欲望 神奇的是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 和这个更先进的配套制作出现 系统突然能够大规模的适配欲望 就从亚当斯里开始 人类天才般的找到了一种 让生理的欲望和物质财富之间 能够相互转化的方式 然后系统的理性以科学为手段 加速了这种转化 它和生活的欲望相互支撑 相互适配 然后这种适配在今天消费主义社会上 达到了一种完美的状态 当下人的集体心智 其实是系统维度和生活维度的综合 这种综合是暧昧性的 是历史性的 比如说西方人的集体心智 其实就是系统理性加人本欲望 加神本信仰的综合体 这个跟他们的宗教新教伦理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他们现在很多人会认为 创造财富是为了上帝创造的 然后如果死的时候还是巨富的话 是一件非常迟了的事情 然后东方这边呢 是系统理性加人本欲望 加宗族本位的德性的混合体 就是加本位在我们中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现在光宗耀祖光耀门媒 对吧 一锦还乡 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多人的这个执念和原力 但是德性这个维度现在已经被大大剧弱了 这个有它的历史性 就是新文化运动当年 把这个孔家殿给砸烂之后 胡适同志为我们引进的是 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就从这个角度你可以说 你中国人不是没有哲学传统 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就是实用主义 所以赫拉利在他的书里面 写过一段类似的话 说中国这个经济体今天迸发出了 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信什么 这个才是我们被给进的世界 观念和现实相互塑造 生活和系统相互影响 一顿操作之后我们得到什么呢 物质前所未有的丰富 欲望前所未有的膨胀 自我前所未有的迷茫 这个虽然不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题 但是它是比主题本身 重要的多的背景信息 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 看不太懂那些大步头的 偏学术的 包括哲学的这些著作 我猜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些大牛的作者 他认为你默认是知道这些东西的 然后不用讲你就知道 所以他就开始在这个记忆之上 讲他该讲的东西 我觉得他们太看得起我们了 我们需要这些背景信息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 这些偏学术的偏哲理化的内容 我们也需要这个东西作为框架和钢领来包容我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些东西 因为你必须以他们为钢领 你才能够去讨论 不然你想抄个钢都抄不了 钢都没有你怎么抄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钢领和框架放在我们的身后 然后接下来大家会听到各种不知道他们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贡献的各种人 然后也会了解到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幺蛾子的各种主义 我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个过程 首先我们一起进入存在主义的世界 上期我们就讲我们要进入存在的世界 结果存在主义的这个代表人物萨特只存在了几秒钟 我们把大量的篇幅给了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是第一个围绕着存在展开研究 但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的存在主义者 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呢 因为存在主义在20世纪上半页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作为一个学术话题的范畴 然后这种影响 这种文化现象跟萨特 法国的职业家萨特有直接的关系 然后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和海德格尔的学说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他们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后面会通过他们两个之间的比较来讲一讲萨特的思想 你会发现紧紧围绕着存在这一个东西 在不同的人手上把玩 能够在不同的人手上构建出多么迥异的理论世界 我们先来看一下令人头大的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同志在讨论存在的时候 他究竟在讨论什么呢 我的结论是他认为存在是一种绝对的前摄 这种前摄是我们这些存在者得以存在的前提 而且这种前摄这种背景是我们人类这种特别的存在者能够感知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被讨论 更没有办法被我们用理性的方式去认识去理解 但是他是可以被我们用某种理性之外的话语体系去描述的 所以他用了异乎寻常的方式讲了一些异乎寻常的理论 用了极绘色的语言来表达了极质朴的思想 再来看来古今的哲学表面上是在讨论存在 其实是都是在讨论存在者 存在被他们搞丢了 所以才会有各种物我的对立二元的对立 怎么理解呢 就是不管你是在表达任何事情 还是在思考任何事情 他都有一个存在者一个对象存在 即便你思考的是存在本身 他依然有一个存在者 比如说世界地球万物宇宙上帝 他都有一个存在者 但是我们又分明的知道什么是存在 存在是什么意思 我们每个人都分明的知道 存在是什么 存在不就是 妈 对吧 你咽了口口水 你耳朵里听见的声音 你眼前这个向你说话的人 他在这个世界的操心与筹划 透过语言 透过文字 透过摄像光影 透过各种信息科技 被你所捕捉 你听见 看见 理解 最终领会 这一切都是存在的显现 如果你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 你就要警惕了愚蠢的人类啊 不是因为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而是因为存在使他们显得是自然而然的 存在比你眼中的这个我 你脑子里的那个自己 这些光影波长 声响震动 所有的技术科学技术 都要更加基础和更加重要 但是我们人类只能够认识到 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只能认识到对象 我们甚至用科学的手段去把对象拆解 对吗 去逼问对象 出来了各种波长震动 但是我们忽视了更大的背景观的存在 这个就是根本性的分裂 这个就是诸神远离的黑夜 所以海德格尔的意思是 我们作为一个此在的存在者 要能够领会更大的存在 也要能领会更大的存在之下 其他的存在者也跟他们是关联的 这是一个共在的世界 如果你听到这边觉得不好理解 也没有关系 因为接下来我会用萨特的学说 跟他进行对照 这样会好理解的多 接下来我们要讲正宗的存在主义了 然后大家这个时候可以换一个舒服一点的姿势 因为萨特的学说尺度比海德格尔小很多 也聚焦很多 会更好理解 不会让大家有那么多的挫败感 萨特的学说是直接受到海德格尔影响的 所以在讲萨特的基本理念之前 我们先来讲一下 海德格尔的学说有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有问题 而且问题非常致命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他是想要颠覆之前的哲学传统的 然后他的颠覆方式是 他在主课题之前找到了一种存在论 他用这种存在来消解主课题本身的这种对立 但是他的整个学说又是一种脱离的主观经验和客观实际的形而上学 他本身是一种理念的构建 他自己就是自己要反对的那个对象 所以你就是说出一朵花来 你的学说也是没有根基的 你也是无根之木 那这个根基从哪里找呢 萨特回归了传统 这个理性传统就是迪卡尔式的理性传统 这种欧式几何式的理论构建的方法 就通过一个一定是对的 不言自明的即时假设来推出各种功力 对吧 迪卡尔的即时假设就是 我思不我在 就是我思考了 一定有一个我嘛 对吧 这个好像真的是不言自明的 没有任何毛病 所以王冬月先生说 我思故我在是人类思想史上唯一有效的纯逻辑推论 纯逻辑证明 但萨特觉得这个还不够基础 我思故我在还不够基础 我思并不能证明我在 我思只能证明思在 只能证明思考在 然后思考 反过来去思考 反思自己的时候 反思思考自己的时候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我 这个说法有一点像我们在第四期讲逻辑的时候 用的那个苹果的例子 就是 我们的意识一定是关于某一个对象的意识 然后我们把这个对象放掉之后 突然发现 怎么还有一个我 问题在于我们混淆了觉知和想象这件的关系 什么是觉知呢 一个苹果放在我们面前 光线投射在他身上 然后反射到我们的视椎细胞里面去 然后我们觉知到了苹果这个概念所指的这个范畴 对吗 然后我们从来没有觉知过自我 自我是来自于我们的想象的结果 也会说 这个镜子前面的人不就是自我吗 不就是我吗 对吗 那个有着长宽高的家伙不就是我吗 他是你 但是这个身体是你 但是他跟你意识中的这个自我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在你那个自我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你的身体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存在是先于本质的 概括来说就是 我思故思在 反思呢 故我在 我不反思呢 我不在 所以萨特得出的结论是 人必定是自由的 所以意识不是我 自我是意识的想象 意识的本质是无 为什么说是无呢 因为意识是通过否定来进行想象的 我们在第四期讲过 就是我们通过 我不是苹果来确认我 我不是父母来确认我 我不是别人家的孩子来确认我 我不是任何其他的他者来确认我 构建我 然后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分别 来和万物拉开差距 吊诡的是这种分别却无中生有的创造了一个我 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个我之下的这个无的存在 正是这种无的存在 给了我们无可逃避的自由 所以他说人是一种自为的存在 自己塑造自己成为 以区别于那些锅碗瓢盆飞行走兽 这些自在的存在 就他们已经是了 那我们永远在成为的过程中 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自为比这个自在高级 其实人永远在追求一种自在的状态 就是已经是的状态 阿猫是阿猫 阿狗是阿狗 锅碗瓢盆是锅碗瓢盆 酒狐是酒狐 没有任何焦虑 对不对 但是自为永远充满了焦虑 为什么呢 因为自为的底层属性是无 是否定 是不是 萨特说人的本质就是 不是他所是 是他所不是 这还怎么玩 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那种自由是 那种自由自在的这种感觉的自由 对吗 哪有那么好的事 这个人自由不自在 这个家伙自在不自由 对吧 你看毛都被剃光了 来跟大家打招呼来 看镜头 所以在萨特那里 自由是一种被强加于我们的 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某种局限性 然后他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 你不得不接受 必须接受 然后如果你被判定为自由 你还假装自己不自由 这就是自欺 可想而知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自欺之人 我们假装自己没得选 假装自己很无辜 假装自己不自由 然后你会说我家里又没矿 我肯定要做一些 先读一些别人规定我读的书 写一些别人规定我写的作业 做一些别人规定我做的事情 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 我们父母那边就更不用说了 他完全是被大环件驱赶而往前走的 对不对 哪有什么绝对的自由 萨特会说我们的生活是存在着禁欲性和偶然性的 它是我们自为的一种事实性的基础 但是自为的根本属性在于它的可能性 就是我们永远可以把事实变为某种可能 这是人类独有的能力 也是能力人类独有的价值 关于这种可能性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萨特有一个学生在二战的时候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 一方面他想上战场去给他的哥哥报仇 另外一方面他又想留在自己母亲的身边陪伴母亲 你会怎么选 你可能毫无有意的去选陪伴母亲 对吗 而不是去为了一个虚无的仇恨去送死 你甚至会嘲笑那些前迫后继的战士们 为什么 有什么比生命和至亲更重要吗 但是你要知道你也有完全的充分的理由站在另外一方 生活中的这种两难选择其实非常多 但是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不管是两难选择还是多难选择 一开始的难都难在于我们的无知 比如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对吗 它需要你能够在热爱擅长和利益之间 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尽可能存在的交集 如果你缺乏历练 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 缺乏一些自我反思的话 这个选择你永远是做不了的 它永远是难的 但是如果我们排除这些因为无知带来的无能 你会发现真正的难 难在于我们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价值观 比如说萨特的这个学生 他难在在普遍的正义和个人感情之间的选择 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 难在我们能不能回答 我们想过什么样的人生这个问题 我们是追随理性的主流价值 成为一个受人羡慕的精英呢 还是追随理睬的脚步 说没有什么理性价值 只存在审美意义上的价值 成为一个一世独立的艺术家呢 选择永远存在 理由永远充分 自欺之人永远觉得迷茫 萨特的回答是 你是自由的 所以你选择吧 就是说去发明吧 没有任何普遍的道德准则 能指点你应当怎样去做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天降标志 在我理解里面 他的意思是 我们不要抱怨我们自己 没有一个坚如磐石的 意义贯之的价值观 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 拥有这样的价值观 因为我们自我的本质是无啊 我们必然处于永远的可能性之中 对此我们无可奈何 我们只能接受啊 但是我们纠结的点在哪呢 我们纠结点在于一方面我们认为 有选择权意味着自由 另一方面 我们又在面临选择的时候 陷入焦虑 把自己放入一个不得不选择受害者的处境 尤其是面对逆境的时候 对吗 这就是自欺 所以真正的难不难在选项本身 而是难在我们无法接受这种彻底的自由 但是反过来我们一旦接受了这种 令人无奈的 被给定的不接受不行的自由 我们反而就自由了 所以萨特的核心的理念是 自由的承担责任的绝对性 什么意思呢 就你要意识到你是自由的 你被判定为自由 你不得不自由 你必须是自由的 所以一切都是一种选择 你也必须去选择 但是一旦选择 你就要对这个选择负责 而且你永远有选择 永远在选择 即便你不选择 那也是一种选择 而且选择永远是你自己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从绝对意义上 能够逼你做选择 所以你不能假设 其他的任何外在的东西塑造了你 一切都是你的选择 你休想甩锅给父母 甩锅给学校 甩锅给社会 甩锅给生活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 萨特和海德格尔一样 都很强调在becoming中being的这种意义 其实他们两个差别非常大 最大的差别体现在他们对他者 对他人的处理上 在海德格尔那里 这个共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我们此在的个人 在世界中筹划自己 去感知这个存在 这个存在和别人的筹划 别人的感知是同一的 是连在一起的 有点像一种大我意识的这种感觉 然后萨特完全站在了海德格尔的 可以说是对立面 你一定听过他那句著名的他人即地域 在萨特的这个理论里面 他人是所有冲突的来源 是自我的对立面 从轴心时代的黄金法则 到寝宝时代的人本主义 他者的概念都是从自我 从我这个概念里面 推己及人给推出来的 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我并不比你金贵 我也是他人 这个是我们人本主义 自由主义 包括民主制度的一个伦理基础 在萨特这里正好相反 他人不是从我推出来的 我反而是被他人给推出来的 我绝对不会是他人 自我绝对不会是他人 他说人和人的关系是一种争夺关系 争夺什么呢 争夺主体性 就是我通过把你对象化 获得了我的主体性 你通过把我对象化 获得了你的主体性 他人既是自我存在的中介 也是自我的永恒的威胁 我通过贬低你来彰显我 然后如果你被彰显了 我会觉得自己被贬低了 就斗争会永无止境的存在 有意思的事情来了 推己己人和以己夺人 我是他人和我不是他人 这个一线之隔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谁说的对呢 首先一定不是谁对谁不对的问题 它不是 这个世界不是黑白的 是灰度的 我们要分层去看 因为我现在流行的话说 萨特的他人 其实是ego的他人 它是一种小我意识的场合 分别心使然 但我们要知道这种分别心它是 这种心 心智模式和认知结构是进化的产物 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这种分别心 没有这种概念化的能力 没有 嫉妒心 没有这种好胜心的话 我们可能活不到今天 没有人跟你讲这些东西 也没有人听我讲这些东西 它是我们存在的前提 所以我们要接受它 但是呢 我们作为社会性的动物 我们的心智里面有大量的利他的天性 所以这种小我的 这种ego的这种他人观 不是绝对的 不是唯一的 也不是不可超越的 而且我们如果仅论结果不论动机的话 往往利他是终极的利己 所以我们可以去超越 我们也非常有必要去超越 但是这个有点超纲了 所以我们下次再讲这个话题 好吧 所以后世普遍认为 海德盖尔的学说 比萨特的学说更有深度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他们对自我与外界 与世界的这种处理方式的区别上 海德盖尔更关注万物 众生 世界 还有自我的关系 然后萨特更关注个人生存 所以特别像这个 这个大臣和小臣的区别 但是这么说其实特别片面 因为萨特早期确实是一个 这个个人主义者 然后后来发生了转变 因为他去参加了二战 然后参加了之后就被抓去当战俘 当了十多月的战俘 出来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当时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的右派的傀儡政府 各种卖国的行为和当时法共积极抵抗的行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当时的思想家 大多都是左倾的 然后萨特非常推手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也觉得马克思主义陷入到了一种僵化的绝对知识的这样的境地了 和黑盖尔学说一样缺乏对人的关怀 对人的关照 所以他希望他的存在主义能够加入进去去填补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叫人学的控场 我们可以把历史当成一个被规律推动的一直向前的火车 然后这个火车动起来之后 它产生了自己的这种惯性动能 已经不会考虑坐在乘客席上的各位的感受了 然后存在主义相当于把这个火车加入了一个刹车的功能 就是我们既需要用这种一般性的结构和规律来把握历史的总体性 我们也需要能够停下来追溯个人的这种生存的处境的问题 这就是萨特的前进回溯的这个学说 他的辩证理性批判 但这个刹车并不成功 因为萨特关于他人的这些理论 并不能填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的控场 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 无非是目光的威胁升级成了资源争夺的威胁 他的个人的自由在这个体系里面 根本无法成为这种调和矛盾的元素 一个人人都将对方的存在视为威胁的世界 怎么样能够整体变得更好 萨特一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虽然他的理论有一些消极的地方和内在矛盾的地方 但是他自己是一个活跃的积极的公共知识分子 积极参加各种社会运动 为他者的利益而奋斗 所以他可以说是用自己的行为实践来批判了自己的哲学理论 然后自己活成那个传奇 所以有人说萨特是20世纪最后的良心 然后他去世的时候巴里有5万人上街为他送行 总结一下 在萨特这里 主体理性的主体被抽走了根基 但马上以一种更加悲观更加坚固的方式存在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彻底的个人的自由 但是这种个人的自由是以拒绝他者为代价的 然后这个问题在他的好朋友也是存在主意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 梅洛庞蒂那里貌似得到了解决 梅洛庞蒂认为萨特依然没有走出这种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困境 他想要在这种主客体二元对立之间找到一个中介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思路非常像海德格尔的思路 海德格尔是把存在拎出来 然后替代主体意志以来的基础地位来消解二元对立的 但是存在是一个不可说的家伙 所以他的学说就很让人费解 梅洛庞蒂找的这个中介没有那么费解 没有那么玄乎 我们一听就懂 他找的这个中介叫结构 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内在的 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外在的 所有我们对事物的区分都是相对的 同时也是相交的 他们先于天地相交 先于这个自然相交的这个场所叫做结构 然后整个世界都是显现在结构中的 我们举个例子 前面我们讲到两种观念的分歧 一个说他者是自我推击几人推出来的 还有一种说他者是我们自我投射的对立面 梅洛庞蒂会说这两种说法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就他都是一种自我的主观视角的偏见 都是愚蠢的二元对立的场合 一定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 有某种东西是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 而且这种存在决定了我们的存在方式 比如说视频网站就是一个结构 它决定了我们当下的存在方式 视频网站背后的商业模式也是一个结构 商业模式容纳这个商业模式的经济环境 容纳这个经济环境的文明形态 塑造这个文明形态的人类的整体的生存结构 包括生物圈的生存结构 包括自然的法则 包括宇宙法则万物法则 这些就是原始世界 这些就是结构 就是存在本身 所以结构不是什么我们的人为的产物 而是我们得以存在的条件 所以他说没有内在的人 人在世界上存在 人只有在世界上才能够认识自己 存在首先是一种共在 这和海德格尔的共在再是存在很像 他们的意思都是 我们在一开始就处于和这个世界的互动和对话中 这是一种钳制的规定性 所有从主体 从我出发的理论都忽视了这种规定性 如果我们忽视这种规定性 就会忽视我们存在的背景和前提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扭曲的孤立的我 然后才会出现各种二元对立 梅洛皇帝认为真正的主体不是我 而是身体 当我嘴巴里蹲出身体两个字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把你脑子里的身体给带进来了 我们所认为的身体是那种二元论分裂出来的身体 生物老师告诉你那么分就那么分嘛 然后迪卡尔告诉你那么分你就那么分嘛 这里的身体是精神与肉体统一的身体 没有二元的区别 身体先与我们和这个世界互动 然后在互动的这个过程中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结构 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存在 包括形成了所谓的自我意识 所以身体在梅洛皇帝这里被去人类化了 它既是世界事物的一部分 又是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的事物 所以世界是身体坚信的 身体是世界的肉 我们的身体主体在与世界交互的过程中 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构就是语言 语言既是结构本身 它又是结构的载体 所以这种将结构和语言放在 至高无上的优先地位 然后先与我们主体去讨论的这种思考方式 是典型的结构主义的思考方式 有没有发现梅洛庞帝的脑洞比萨特大很多 梅洛庞帝在我的安排里面 是从存在主义向结构主义过渡的一个最佳人选 因为他的理论同属于两者 然后萨特版本的存在主义 有一点过度关注了个人 忽视了更高维度的语言和结构的存在 然后这也是他被很多理论家所批判的一个点 比如说著名的结构主义者 列维斯特劳斯就说过萨特的学说 要想谈论人必先谈论语言 如果你要想谈论语言 就必须要谈论社会 事实上从20世纪下半夜开始 存在主义就已经在欧洲的哲学界已经示威了 后面的世界就是结构主义的天下 所谓结构主义最重要的主张就是 事物的表象是不重要的 背后的共有结构才是重要的 或者你这样理解 就是对象不重要 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才重要 是关系塑造的对象 而不是对象塑造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的转变 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本质不在对象身上 而在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 事物背后的共有结构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广泛 要复杂要暧昧 而且很多联系是跨越式的 斯特劳斯举过一个例子说 红绿灯为什么是红黄绿的结构 因为红黄绿的自然结构 对应着停止准备行动 这样的文本结构 所以这是内在结构决定了外在的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也会发现 结构主义对于现实有强大的解释力 也确实在那个时候最具解释力的学说 往往都是有结构主义特征的 比如说进化论 它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结构主义的 它揭示的是环境选择和物种演化的 这个内在结构和关系 对吗 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这个学说 他关注的是人的生存需要和生产力要素 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的结构和关系 马克思还说过 人的本质就是我们社会关系的总和 你看你的本质都不在你身上 在关系上 对吗 多么结构的一句话 然后精神分析也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结构主义 就它揭示的是无意识和意识之间的内在的结构 所以很多还原论 以还原论为主的这种科学理论 某种程度上都是结构主义的 结构既可以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 也可以是一种叙事 那些把因果串联起来 方便我们理解的这种宏大叙事 都是某种结构主义的产物 我们要警惕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和结构 这种东西是天然合拍的 所以我们特别容易把天然的把世界给结构化 然后以为自己把握了这个世界了 尤其是当一个视频网站的小up主 都能号称宣称自己用一个结构 把握了十几万年的这个人类历史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非常的怀疑说 是结构真的有效 还是因为我们的愚蠢使它显得有效 所以趋约于前面这些应用结构的人 后面的结构主义者 更关注结构本身的合理性 结构既是他们的研究手段 也成为了他们的研究对象 在这个过程中 语言成为了重点被敲打被关注的对象 结构主义很大程度上 发端于索旭尔的语言符号学 索旭尔就是那个把 概念符号分成能指和所指 把语言分成言语和语言的那个人 这边重点强调一下言语和语言的区别 言语就是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东西 语言是言语的整体性的这个规范和活动准则 然后索旭尔说 语言是社会的 言语才是个人的 但是言语永远不可能只是个人的东西 因为言语一旦存在 它就已经存在于语言所塑造的这种交流结构中了 所以语言和言语是高度暧昧的 充满了主体坚信的存在 所以结构主义者后来研究的这个对象 往往是这种由符号概念语言所组成的各种各样的文本 然后通过文本的分析来揭示背后的这个规律和结构 以此来希望达到能够解释现实问题 能够澄清当下的现实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关于这一点 著名的结构主义哲学家罗兰巴特提出过一个叫二阶符号的概念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个图片音频视频文字这样的文本的时候 我们先会得到它的一阶的这种表面意义 比如说just do it 这句话的意思是干就完了 对吗 但是我们得到的更多的影响是来自于 它在文化中所扭曲出来的这个二阶符号的意义 比如说它的二阶符号的意义就是突破自我的一种 个人想象和个人认同 然后它把那个懒惰的好像把那个懒惰的我们丢在了对立面 然后我们突然变成了更好的人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它在一个二阶的层面塑造了一个观念共识 巴特说这个跟神话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神话它就是体现在一个符号的二阶符号之上的 就通过这种二阶符号创造出来的这种共识性的想象 创造出了神话 然后神话产生了它的控制力和约束力 给我们带来的确定感 巴特自己举了一个例子 说法国人不爱喝红酒 这个跟资本主义对于二阶意义的扭曲是密不可分的 比如说红酒 一个红酒的标或者是红酒这个词 这个能指 它所指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所指的是一种酿造的酒精饮料 对吗 然后资本主义深深把这个锁指给扭曲成了 一种休闲的富足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 所以通过这样的扭曲 通过一直这样的如法炮制 资本主义终于塑造出来了消费主义 这种提供新的约束力 提供新的确定感的新的神话 总的来看它的逻辑是这样的 结构先于存在而存在 主体间的关系先于主体存在 我们这些主体用语言来把握结构 语言本身也是结构 而且语言是以文本的行为存在的 所以结构主义者对文本的这种分析方法 似乎是非常有前途的 于是人们欢欣鼓舞 但是这个糟心的世界永远有但是 文本分析的有效性也是有前提的 这个前提就是我们假设符号和符号所指的 这个对象的关系是相对牢靠的 古人说的苹果和我们所理解的苹果是一个东西 这似乎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文明史又不是水果史 对吗 随着文明的发展 它的主体间性会越来越充分 然后概念和范畴 能指和所指会越来越庞杂 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存几何级的这种复杂化 所以举个例子 柏拉图书的这个理念和老师教给你的这个理念 和你自己所理解的这个理念 它肯定不是一个东西 然后1000年前的国家和500年前的国家 和今天的国家和1000年后的国家 它的所指也不一样 我们不说尺度这么大的 我们说钱对吗 你10年前理解的钱和你今天理解的钱就不太一样 不同的阶级 不同的阶层对钱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有个人拎起你的后脚跟就说 愚蠢的人类不要被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给骗了 所有的概念和符号都是演绎的 什么叫演绎的 演绎的就是延迟并产生差异的一种状态 什么意思呢 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文明的发展 符号在与其他符号互动的过程中 这个差异会持续的出现 就是我们永远无法静态的把握一个文本 所以文本分析根本意义上是不效的 然后你想觉得不对 然后从他手里挣脱出来说 鬼扯 很多概念是有严格的定义的 它是能够达成共识的 比如说理念是一种看法观点和思想 对吧 然后钱是一种交换的中介 国家是一个政治的实体 我这么说大部分人都会认同 在座各位都会认同 对不对 还没等你说完就又被拧了起来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用你这个聪明的大脑思考 稍微思考一下 是因为他是正确的 所以大家认同 还是因为某种力量让大家认同了之后 让你以为是正确的呢 说完趴机把你认递上了 然后你就懵逼了 第一个拎起我们后脚跟的人叫德里达 他是解构主义的领袖人物 第二个拎起我们后脚跟的人叫福科 他是萨特之后法国思想界的代表 他们两个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双子星 某种神社上他们都是尼采的传人 尼采在战后被他的祖国嫌弃之后 在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这边 突然回到了世界的中央 法国学者吕克费西和阿兰内洛写过一本书叫 我们为什么不是尼采的信徒 很好的还原了当时的思想界的文化氛围 他们这样写的 我们这个世代的学生 从20世纪60年代踏上求学之路 对我们而言 启蒙运动的观念只是一个憋角的笑话 伐善可成的骗人把戏 至少我们受到的教诲是这样的 当时思想界的大师是福科 德勒兹 德里达 阿尔杜塞和拉康 人道主义者梅洛庞帝早就过时了 萨特也几乎已经无人问津 从巴黎高师到法兰西学院 触目所及的都是怀疑的哲学家 马克思 弗洛伊德 海德格尔 但最最重要的 还是尼采 下一期我们就正式进入 消解万物 结构万物的后现代的世界 然后看看在后现代主义的尖锐的逼问下 现代性的理性是如何垂死挣扎 然后又劫后重生的 上期说这期讲 这期说下期讲 所以有些文本真的是不能信的 但是没关系 讲什么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关系先于内容存在 对不对 所以我在张嘴你在看就圆满了 然后我讲完了你三连就更圆满 好如果你还在我就真的非常爱你了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叫看本质 然后回复超人可以得到超人书单 每一期视频上线之前 我都会多多少少更新一下超人书单 把我最新看到的 或者是之前遗漏的一些书籍信息给补充上去 然后为了吸引你的关注 我也是非常用心了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然后这里是妄图简化世界 启发你的汤质看本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祝你成为超人 这个家伙自在不自由 毛都被剃光了 你看